晚上好,世界各地的朋友们。感谢您加入我们并允许我们帮助您提高流利程度。请花点时间,在有限的时间内免费分享和订阅。 今晚,我们虚构的故事将带到遥远的地方,即在那里学会飞翔,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故事,所以躲在被窝里依偎在一起,让我们开始吧。 从前,在一片遥远的土地上,有一群鸡住在广阔森林边缘的鸡舍里。 这些鸡,包括一只名叫亨利埃塔的鸡,一直满足于过着简单的生活,在地上着实和下蛋。 但是有一天,他们抬头看到老鹰和猫头鹰在他们头顶翱翔,他们开始羡慕他们的优雅和自由。 鸡们决定要学习像老鹰和猫头鹰一样飞翔,他们走进老鹰和猫头鹰,请他们传授航空工程的艺术。 名叫乔治和萨曼莎的老鹰和名叫奥利维亚的猫头鹰聪明善良,看到小鸡的决心,同意教他们。 海瑞塔最为坚定,走到乔治面前说道,乔治,我们这些鸡一直很羡慕你会飞,我们想学你飞,你教我们好吗? 机智的乔治回答道,海瑞塔,飞行不只是自由,还有责任。 你要照顾好你的翅膀,留意风向和天气,才能安全地飞行。 你愿意投入吗?努力工作和奉献精神。 海瑞塔回答,是的,我们愿意付出努力和付出,我们要飞翔,体验飞行的自由和美好。 老鹰和猫头鹰开始相机传授空气动力学原理和强壮翅膀的重要性。 然后,他们相机展示了如何使用森林中发现的羽毛。 和其他材料来建造和维护自己的翅膀。 鸡们努力工作,很快就可以飞上天空了。 老鹰和猫头鹰帮助小鸡们获得了信心并提高了他们的飞行技能。 小鸡们现在可以翱翔在森林的高处,体验飞翔的自由和美妙。 但小鸡们很快意识到,飞翔不仅是自由,更是责任。 他们了解到,为了安全飞行,他们必须照顾好自己的翅膀并留意风和天气。 小鸡们还了解到,它们必须尊重森林中的其他鸟类和生物,而不是破坏自然的平衡。 野党的怪党算计划想法的大渊。 从未来的本身房间装都适合护自己的小鸟。 野党在使用全体质、小鸟叶ró鸟们。 他们对其他鸟和学生表示,是相当与其他鸟。 每天天的多数食物停留在温暖身中。 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此类内容 请点赞、分享 并订阅 晚安